大家好,今天教你如何买猪肝 在买猪肝第一步,先看它的颜色 有的猪肝表面发黑,干干巴巴的 这种猪肝是剩猪肝,不建议买 还有的猪肝是颜色发浅,粉红色的 这种猪肝是小猪的猪肝 它喂的时间比较短,吃着不香 所以也不建议买 就建议买什么颜色的,来往这看 颜色发紫,这种猪肝一摁有弹性 这是鲜猪肝啊,这个猪肝吃着香 而且你细看,往这细看 有这个猪肝的纹理,看见了吧 里头有这小点点,这就是鲜猪肝,这个好吃 这个猪肝啊,分为四部分 一,二,三,四,就是四个叶 这有一个里边,你看,少着一会儿 这为什么呀,这是猪枯胆 猪肝是从这上面,诶,撕下来的 还有一块,多这一块猪肝,你看 而且这一块猪肝,相比较而言 比这几块猪肝要个儿要小,你看 小的一点,这个猪肝叫紫肝 如果你要是炒猪肝的话 这个紫肝要比较嫩一点 建议你买这个小的啊,紫肝 学会了吧,好嘞,谢谢大家